今天市场买的板栗 有壳的9块钱 续壳壳的13块 挺贵的 今天我们做两道不一样的板栗 将有壳的倒进来洗一下 用刀将板栗打一个椅子口 打开电饼趁 将刚才的板栗倒进来 放平 加上盖子烙10分钟 将去好壳的板栗清洗一下 换入浓水中 开火煮开 水开后再煮一分钟 捞出 过量水 气皮 我们在表面刷一层煮开的糖水 刷在这个开口处 盖上盖子 再煮五分钟 趁这个时间我们切点黑菜 将锅一分为四 胡萝卜滚刀切小块 切点红辣椒 切点青椒 时间到 直到电饼挡板板的板栗就做好了 热锅放油 下入香锅翻炒 下入香锅翻炒 萝卜 满意 下入香烤 把香菜炒 炒 上入香菜炒 调整白糖 中烤炒 倒入香菜炒 倒入香菜炒 加热锅盖炒 煮15分钟 盖上锅炒 煮15分钟 放点黄瓦 最后倒入电饼水 可以了关火 这道蘑菇刷板粒就做好了 咸甜适中 营养豐富 你们更喜欢哪一种做法呢 咸甜适中